哈喽 这里是达山纳斯TV 我是Chris 那么支配与臣服这个话题在过去根本不值一提 就如同我们不会去质疑为什么需要呼吸空气一样 然而在今天日益走向反乌托邦的这个时代 讨论两性关系当中的支配与臣服的动态就变得极具争议性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沉默是女人的荣耀 但这并不是男人的荣耀 在现代社会当中男性逐渐沦为了沉默者 过去领导女人对其发号司令的传统男性形象被视为是有毒的 甚至被认为是对女性的一种冒犯 这使得男人不得不在原先的立场上做出妥协 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男女平等上 并顽固的拒绝重新审视他们所坚持的进步主义观点 自古以来啊舞蹈一直被视为男女求爱的隐喻 它被用来确定一个男人是否具有领导力 以及一个女人呢是否具有追随的能力 设想一下一对伴侣 他们认为男女之间应该平等不存在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 然而啊当他们试图共舞时 这种荒谬的信仰会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协调起舞 在当今的两性市场里啊 我们会发现许多关系的不幸福的根源在于 双方无法恰当的扮演追随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这种情况呢如果出现在男人的身上 即表现为无能和被动的领导者 如果出现在女人身上 即表现为傲慢且强势的伪追随者 这些人啊都不具备建立健康关系的良好品质 因为尽管啊支配与臣服是关系成功的必要条件 但女人的爱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 他无法尊重一个让他承担领导责任的男人 这最终会导致他的爱消失 因此呢男人更适合拥有领导权 而不是女人 女人的自尊啊可能会妨碍他们建立一种 双方都能欣然接受并乐在其中的互惠关系 而那些被女权主义洗脑的女人里啊 在他们的自恋和不安全感的情感下 他们会对自己身为女性的地位感到不满 进而呢指责挑战男性的权威 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啊 领导者并不是一场好玩的游戏 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舞蹈中的身体协作的元素 暗示了男女之间在精神和情感上 应该达到最佳的户补 然而呢某些左翼分子通过颠倒价值观 让人们认为男人领导女人就是在压迫他 而他乖乖追随就等于被奴役 在两性关系中啊 这些解读是错误的和颠倒是非的 平等这个词啊 如今在与权主义盛行的社会文化中极为流行 但这个概念的正常化却带来了一些病态的观念 一些人认为呢男女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而双方应该以某种难以量化抽象的方式 去达到这种平等 但这种所谓的平等啊通常都是主观的 因为他的定义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情感和观点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平等呢 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事实上这种观念完全就错了 在亲密关系中 幸福的关键啊 在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互动 否则呢双方将陷入混乱和不可协调的局面 如果两人彼此独立提出建议 而不是互相的依赖 那么这种关系啊往往会失去稳定性 我们想象一下在民主投票中达成共识是多么的困难 因为最终的一方必须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没有让步就没有关系的基础 只会有一系列的冲突 最终导致少数人的失败 被法院回收财产和被抛弃 当然相反 当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权威时 平等就会丧失 因此呢真正的平等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概念 而不是一种实用的经营关系的方法 在关系中也是如此 当一方接受了另一方的权威时 才会有稳定和相互尊重的基础 尽管平等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然而他无法视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模式来运作 当他作为一种可行的关系经营模式也是不可取的 这是因为社会模式和两性模式采用平等观念的缺陷和构造几乎是相同的 唯一的区别在于程度和背景的不同 因此将平等作为一种潜在的关系模式提出是很荒谬的 因为平等不仅是一个完全无法达成的目标 然而即使实现了也不会产生支配与沉浮关系动态所包含两性关系里面那种深层的满足感 这是因为平等是无性意味的 也就是说他缺乏性感 性是不会撒谎的 虽然男女之间都能够平等的感受性愉悦 但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平等 事后的关系也不是 比如如果一个女人他渴望另一方在床上表现得更为强势 那么这意味着他在上床之前就会通过对方的行为言谈举止 来预判其在床上的社交动态 男人与女人内心深处都不渴望平等的关系 因为男性想要在性方面去展现支配是本能的使安 就像女人想被这样对待也是本能的使安一样 因为心想什么心就会追寻什么 男性和女性的最纯粹的表现会在床上完全展示出 他们不受任何教条以及任何主张的约束 爱可以基于相互关心 而情欲是基于相互渴望 因此相互尊重相互平等 不可以与爱和情欲混为一谈 女人只有在他尊重男人的面前才会流露出关心和情欲 而男人的情欲是渴望肉体 当女人展现出其柔弱的一面时 他才会表现出关心 因此一个明智的女人 她的策略是臣服 是赞美 同时享受男人胜利的果实和她的保护 然而一个愚蠢的女人 则每一步都与男人竞争 具有男性特质的女人 永远不会真正的吸引到男人 就像具有女性特质的男人 永远不会真正吸引到女人一样 然而区别在于 男性化的女人可以得到性 但女性化的男人却不行 不过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平等的 就是没有任何人会愿意为他们负责 女人相较于男人 更容易受到他们国家的文化 宗教 家庭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男性也会受到影响 但总体上来说 女性更容易受到影响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超出了个人的掌控范围 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过度去讨论深究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希望让各位明白 关键在于 女人对想要获得认可的需求 是远比男人更强烈的 因此作为一种适应手段 女人更容易改变自己的性格和能力 来适应环境 而非改造环境 而作为代价 女人牺牲了她们的逻辑能力和征服欲望 因此女人更具有可塑性 如果当一个男人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时 那么她可以将她塑造成为自己理想的女性 因为年轻的女性总是艺术的 前提是她们的心理健康的话 且她会对一个强大和爱她的男人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从这个角度来看 男性更倾向于塑造者 而女性则是可塑者 不管是一个拜金女 女权主义者 崇洋媚外的女人 很大程度上都是后天塑造出来 而非天生的 理想型的好女人 是伟大男人的杰作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到养不教父之过 而不是母之过 那么根据不少研究表明 一个缺乏父亲的孩子 很容易就会成为社会潜在的威胁 女人很少能够在没有男性伙伴参与的情况下 成为一个大部分男人都会渴望的那种好女人 因为女人的内部构造就是混乱的 这决定了她们必须去遵循某个秩序 即便那个后天的秩序是错的 年轻的女性在可塑性上的价值超越了 她们的年轻和生育能力这两个方面 可塑性是吸引男人的主要潜在价值之一 相比之下呢 老女人缺乏年轻女人的那种可塑性 所以啊 她们难以去吸引一个有领导力的阿尔法男性 因此老女人常会出于嫉妒去羞辱那些 比女人年龄超出十至十五岁以上的伴侣 她们会羞辱这样的男人 是变态 只想占有年轻女性的肉体 如果这个男人像他一样思想成熟 就会找一个更成熟的人来约会去暗示 我更有价值 对于女人来说啊 成熟只不过是腐败她们女性气质的毒药 在许多男人看来 成熟根本不会是择偶食的重要因素 本质上来讲啊 女人成年后也不会变得有多成熟 不然老女人就不会出于嫉妒去攻击那些年长的男人和年轻的女孩 这种病态的扭曲心理 如同被困在桶里的螃蟹 她们只想尽可能的把他人也拉下水 也包括女人 因此啊 男人必须成为塑造者 而不是相反 许多软男 贝塔男会扮演后者 她们呢 被蓝药丸洗脑 认为这么做是在尊重女性的意愿 然而现实却是啊 当女人扮演塑造者时 她们只会创造出她所憎恶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听老婆话的好男人 最终会成为女人内心所鄙视的那种人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单亲妈妈去培养小孩 会把她培养成社会犯罪分子 但是呢男人会把女人塑造成她所爱的人 男人通常不会浪费时间来塑造一个无法被塑造的女人 她们内心啊 能够清楚的分辨 哪些女人只是适合玩 而哪些女人适合长久相处 然而许多女人啊 她并不明白这一点 她们呢 想要男人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 她们呢 又一边不停的沾污自己 把自己变成一个仅只有肉体价值的垃圾 所以物化女性的人 从来都是女人自己 而非男人 男人和女人都需要小心谨慎 因为在关系中过于投入 会使人失去理性 最终啊 会拥有一段有毒的情感关系 特别是对于男人来说 如果她过于爱一个女人 往往会使她变得娇气 依赖 失去自主性 从而呢 让整个关系变得不健康 同样的 女人也需要注意 如果一个支配性强的男人 不愿意给予她指导和塑造 不愿意关注她的需求 那么这段关系呢 也不会健康持久 最终呢 也会因此破裂 因此啊 在选择男女关系时 需要慎重考虑 找到一个健康可持续的 祖虫关系模式 而不是假装 臣服或支配 另一方面 女人的不安全感并不是什么大秘密 她既包括了一个人的自尊 也包括了担心和后怕 既如果一个女人向男人 臣服 她将失去许多的主动权 这意味着呢 这个男人可能会利用她在关系中的影响力 来对她造成伤害 女人渴望臣服 但同时也害怕臣服 她担心这将对自己的情感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段关系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信任需要极大的善意和努力来培养及维持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女人在足够信任一个男人不会滥用对她行使的权利之前 她是无法做到真正的臣服 老女人她之所以缺乏可塑性 正是因为她过去受到了太多情感上的挫折和伤害 难以建立起对男人的信任 而年轻的女人 无论她心里是否存在问题 在强者面前 她都能在内心深处控制自己 并屈服于强者 支配并非暴政 更像是父亲的严厉和关爱 支配型男人会对女人的行为做出相应的奖励或惩罚 但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虐待女性 然而那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资格称之为支配型男性 因为他首先必须对自己纪律分明 这样在关系当中 他才会表现出应有的人词和公正 相反啊 一个对自己过于宽容的男人在关系当中同样也会宽容 他要么呢 就是对女人过于宽容 而因此对女人做出妥协 他要么就是对自己过于宽容 而因此呢 做出过度的惩罚 导致女人恐惧和疏远 那么掌握这种微妙的平衡 正是在我的慢森方法2.0里面的核心内容 一旦你知道核实奖励以及鼓励和培养女人身上的好品质 那么双方都将成为受益者 最后男性的领导力和支配力是吸引力的基石 而女人的追随与顺从是关系健康快乐稳定的关键 抛开性别平等主义的歪理 支配并不应该与压迫混为一谈 然而可悲的是呢 这种错误的观念在今天越来越被普遍接受 这就造成了现代社会关系不幸福的问题根源 那么喜欢我的节目 请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 因为只有你支持你的左岸 这个世界才会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如果你选择在真相面前失而不见 那么在未来你人生遭受苦难的时刻 将无人替你纳注真相 所以请一定要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